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这几种聊天结尾 眼外质疑是喜欢你 感情在交流中产生 也在交流中加深 爱与不爱 从聊天交流中就能看出一样 但就是因为聊天交流太寻赏话了 才让很多人忽视了里面包含的情谊 有人说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藏不住 一样是咳嗽 另一样是喜欢 当你喜欢一个人时 嘴巴会骗人 行动能掩饰 但眼睛里的光貌 心跳加速的脉搏都是证据 当你拥有了喜欢的人时 再小心翼翼的人 也会忍不住喧漏喜欢的心情 喜欢到极点 处处都是端倪 当代人没有了古时候的盲挥雅架 大多数都是经过了相处 了解才选择的对方 那么在了解一时 怎么去判断对方看待你的心思 怎么才能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你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聊天 一个人的言行能够最直接地反映他的内心 在聊天结尾 男人说这些话 言外之意就是我喜欢你 一 言语中都是对你的关系 一个人的温柔是喜欢的最佳证明 当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你时 再霸道总裁的人 也会变得温柔宽宽 他会在意你的一切 希望你一切顺遂 一个人的喜欢 是会变成习惯的 于是在聊天中 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心思 如果天气晴老 他会告诉你天气很好 要注意有点善 假如阴云密布 他又会告诉你 要记得带伞 小心感冒 就算语气里小心掩饰 也会透露出对你无畏不至的关系 喜欢你的男人 每次聊天结尾都会注意你的状态 告诉你要早点睡觉 要注意身体 这样的男孩子不是因为啰嗦 也不是本身信你 而是因为对方是你 所以千言万语都是暖暖情义 喜欢一个人是心上有你 无时无刻地定念你 言语中自然会显现断你 二 注意一切早晚安的细节 曾经在网上有过这样的言论 不要轻易和一个人说晚安 因为他的应接力藏着我爱你 虽然只是玩笑话 但一个人的早晚安 也是喜欢一个人的有力证明 当一个男人真正喜欢你时 他会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 会记得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 会变成一个对你认真细致的人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爱情里也无外乎如此 喜欢你的男人 永远不会嫌弃你麻烦 他会在每次聊天结尾时 不厌其烦地跟你道晚安 会记得你在乎的小细节 因为喜欢 连晚安都带着甜蜜的口吻 因为喜欢 所有开心和愉快 都变成不可言说的心思 当遇见喜欢的人时 再神经大跳 俗心大意的人 也会记得他喜欢的晚安 和有关于他的小小的细节 三 话里话外的依依不舍 微博上曾经有人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 微信的通话时间究竟可以持续多久 评论中本来该是很正常的刻骨时间 最后却变成了大型的秀恩爱现场 网友们纷纷晒出了和男女朋友之间的聊天记录 来证明微信聊天可以持续的时间 人们这才发现 和喜欢的人之间 永远不会缺少话题 喜欢一个人 是可以变得年人又化老的 当男人喜欢你时 可以和你通话到手机电量号机 可以和你通宵畅谈不掉线 哪怕是聊天结尾 话里话外也是对你的依依不舍之情 在遇见爱情之前的高冷男孩 也会在跟你说着明天见和晚安以后 暗错错地期待见面 他会舍不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希望聊天的话题永远都说不完 喜欢你的男人 在聊天结束时 总是说着说着变成了年人精 嘴里还有数不清的话题 等你来宠幸 有些喜欢不必直接开口 就已经泄露倾诉 当一个男人喜欢你时 在聊天里 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关系 他会在意你说的早晚安细节 也会因为你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就像言情里小说里写过的那样 下雨了会想到你 天晴了会想到你 就是平平无奇的日子里也会想你 喜欢一个人 四处环顾皆是他 这份心情 自然而然地就会在聊天记录里显露 因为喜欢 所以才会提醒你 天冷加一 照顾自己的关系 因为喜欢 所以才有了晚安呀 明天见的期待和甜蜜 因为喜欢 所以才会变得有趣 希望用更多的话题吸引你 这样和你聊天的男人 哪怕明明没有说我喜欢你 但是言外之意 早已泄露了心意 疫情之间 最适合聊天的世界 莫过于晚上睡觉之前 这时候的我们 退去了一天的疲劳和压力 大脑处于最放松的状态 我们会用这样的时间 来跟自己的亲人朋友联络感情 特别是心里最喜欢的那个人 生活中 我们也能经常看到 情侣们最喜欢在晚上一切都收拾好之后 跟喜欢的人聊天 这样一来 聊天的过程中 不会被别人打扰 也能用最好的状态 去面对喜欢的人 只要是真心相爱的 一定会珍惜这段空闲的时间 用来诉说内心的思念之情 一般来说 我们肯定不会浪费这样的时间 而是会用在喜欢的人身上 可若是一个男人 每次聊天的时候 还没说几句 就告诉你 我累了 睡了 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独留女人在另一边伤心失落 这样的男人 一定不是真心爱你的 男人的眼力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全让不顾你的失落和伤心 男人若是真心爱你 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失望呢 就算再累 也会为了让你高兴 而撑着跟你多聊一会儿的 遇到这样的男人 女人再怎么找借口安慰自己 也掩饰不出心里的失落 更改变不了男人的真心 男人爱上一个人 或许表现在嘴上 但是男人不爱一个女人 一定表现在他的态度上 我们在提倡男人 要勇敢说爱的同时 也希望女人能细致一点 认真去体会男人传达的情谊 聊天时 用这些话结尾的人 偷偷爱着你 话语虽普通 可表达的感情并不简单 语言聊天也好 文字交流也罢 都能传达感情 每个人都要认真体会 才不会辜负他人的心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